好,那各位我就先廣播一下囉 OK,那麼各位呢,您進到我們這個課程的資料之後啊 您可以看到就是,首先在左手邊您會看到所謂的訊息 那我今天其實簡報資料的部分我都丟在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的簡報是比較一個動態的 所以我就不應講義給出來,這樣各位看會比較清楚 那下面這裡有一個新制圖的檔案 另外呢,我有準備一個互動白板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課程進行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但是你不好意思舉手 或者有畫面問題,就請你點這個地方 點進來,那大家都是匿名的 所以我不會知道你是誰 好,那像這裡面有一位進來的,有沒有,胡郎 這樣可以知道,就匿名的啦 那麼最簡單的方式,你就用文字的 點一下,你就可以在這裡,我有問題 這樣我會看到 喔,你看,胡郎在打字啊,你看,到我瞬間 好,再來,如果你覺得這樣不OK 沒關係,這裡有一些工具,你也可以用塗鴉的 這樣也可以,我也看得懂 好,然後呢,再來呢,如果你是屬於操作性的畫面 比如說,我操作這個畫面有問題 你就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然後呢,你就把它貼進來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都是即時的互動 所以,邊再貼,我都看得到 好,有沒有,現在就有好幾位同學進來了 那如果呢,你對這個問題 或者是對這個圖片,還是這個繪圖 欸,有一樣的,你就不用再貼一次 你可以看上面這邊 我們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 這個 這叫註解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你會發現右手邊有一個這個跑出來 有沒有 你一樣的就加一 這樣人家就知道 好,那還有其他問題 就繼續再下去就可以了 好,這個是先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說您在我們上課過程裡面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這邊提出來 那解決了,我就把它刪掉 這樣OK嗎? OK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真正的資料呢 會放在這個任務裡面 好,會放在任務裡面 所以你如果點到這個任務之後 好,我們的資料在任務裡面 所以你把它打開 這樣你們就看到了 好,就每一個單元有不同的 我把它稍微分門別類 好,這樣子的話你再看會比較清楚 好,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上課的資料還有軟體呢 除了在現場你可以看到以外 你也可以從右手邊 我也有準備在雲端硬碟上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帶隨身碟 那你想要回去之後再下載 就從右手邊這裡 雲端硬碟下載就好了 好,那相關的連結 我們課程的錄影片 應該我們今天這個 就是 操作focus在這個部分 可能會比較錄不完整啦 但是其他的應該比較沒問題 因為這跟軟體廣播有關係 所以就是 原則上我們上課錄影片 我會放在雲端一碟上 所以您如果有需要就從這邊點進去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點開下面還有其他的 這樣子 好,那麼我的資料呢 會放的 就是我個人的資料是在這邊 您點一下 您在網路上呢就會找到我的一些 就是 相關的一些 部落格文章 那我也有經營兩個YouTube頻道 所以您如果在這邊的話 應該看到我一些線上教學的影片 就像這樣子 那我是發現比較少YouTuber是用這種方式經營的 大部分都是單一個影片比較多 那我是 清單的方式 就等於是把上課的紀錄就留下來 那所以說如果像各位您在這樣看的時候呢 應該會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好,就是在 我們的右手邊 我就會像這樣 上課錄影會一段一段的 好,像摩克斯 我們剛好這個學習 也有老師要介紹摩克斯入門嘛 因為摩克斯的精神是像這樣 就是我們把大的主題切成小段小段 這樣方便大家去做學習 OK OK? OK?